主席他沒有回答問題啊 我剛剛問你是假消息你辦不辦啊 那如果中國代工這個其實是假消息的話 是不是只會讓你趕快去辦一下 復必泰事實上是在中國代工的啊 他是分裝 現在不是在中國代工喔 連公司都出來道歉囉 分裝吧 我想就是在分裝 所以您要不要去 已經來了嗎 首先剛剛您有提到這個3加11 我們一直非常關切喔 其實社會大眾自從我們的疫情爆發 開來之後對於3加11 放寬規定的這個指揮中心的決策 是非常非常的無法理解 因為我們都了解其實肺炎的疫情呢 發病的前一週它的傳染力是最高 而且無症狀的情況也很多 所以今天我們把這個5加9放寬到3加11 許多社會大眾都認為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疫情爆發的破口 而且也證明了台灣在邊境防堵 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守了一年半 但是最後當病毒登陸的時候 我們卻不知道要怎麼應對所有的病毒 所以在這情況下三個禮拜 我們的醫療量能就您說的緊張了 那所以呢剛剛您提到3加11的這個會議 我們非常的差異 竟然是由我們的陳宗彥副指揮官來主持這樣的會議 想先請教一下您陳宗彥副指揮官 他是內政專業管邊境管制 但是我們現在3加11規定的這一次的放寬 他應該是一個公共衛生的決定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會議裡面 到底是誰是什麼樣的公衛專家 來決定我們3加11要做這樣的放寬 對於我們全國的防疫並沒有任何的疑慮 再來是這樣的一個會議記錄 您是不是有拍板是不是有簽字 還是說副指揮官他就可以拍板決策 定案3加11規定的放寬 最後我們從5月10號開始 我們民眾黨黨團天天要天天追到現在兩個星期了 會議紀錄 比如說我在衛環委員會問薛次長 我們的邱委員在交通委員會問史次長 兩位次長都答應允諾要提供會議紀錄 請注意喔是會議紀錄不是會議決策說明 結果呢兩個星期的到現在 我們還是沒有拿到會議紀錄 想請教一下指揮中心現在是在蓋牌還是在保護誰 到底這個決策是誰來做 是哪一位公衛專家背書覺得3加11沒有問題 我想這是第一點現在社會大眾非常非常有問題的地方 因為原來就是3511嘛 就是在紀錄連帶各有3天5天然後11天 就是3加11或5加9這兩個在原來 那只是在長榮那時候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要求洋空公司我們研判起來就是可能是在境外 在外站的管理上面可能有一些可能會被染疫的風險 所以我們就要求航空公司對於外站的管理 要加強那我們大概也監看了一個月一個多月的一個情況 那覺得在外站確實有所改善 所以才根據分階段的把它調回到原來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當然你只要說哪一個會議會議紀錄 我們會後可以來再提供給委員 最近指揮中心在前一陣子每天早上9點半 我們的陳中葉副指揮官會出來打假消息 我覺得很好啊打假消息非常好 打的假消息是像什麼蘇貞昌沒有買這個高端聯亞的股票 但是我們最近看到有很多的假消息 為什麼指揮中心都不辦 舉例來講我們的一些民進黨相關的人士 他們就說那BNT的疫苗上海復興的疫苗它是中國代工 中國分裝 那現在昨天莊仁祥發言人也出來講說 現在這個疫苗它就是德國產制的 那請教一下這些假消息你辦不辦 如果這些假消息你不辦 那到底為什麼指揮中心要去辦一些我們看起來 並沒有真的很讓人家覺得是假消息的假消息 基本上如果就我的瞭解啦 因為他們並沒有提供任何的技術性的資料給我 所以不瞭解這情形 但我能瞭解到是上海復必泰應該是說 用BNT在歐洲生產的原意 可能是在深圳也好啊在哪裡 他們做所謂的分裝 那因為這個分裝那時候就有包在香港裡面就有包裝的問題 那因為是因為在深圳那邊包裝的問題 所以並沒有被認為是一個國際上認為說 他這個廠 就是說這個廠的包裝有問題 但其他的廠並沒有被認定是包裝有問題 主席他們沒有回答我問題啊 我剛剛問你是假消息你辦不辦啊 那如果中國代工這個假消息的話 是不是指揮中你趕快去辦一下 復必泰事實上是在中國代工的啊 他是分裝 分裝代工的 連公司都出來道歉囉 分裝吧我想就是在分裝 所以您要不要去了解一下 沒關係如果指揮官不知道這個狀況的話 我覺得要建議您的打假消息的專案團隊趕快去研究一下 我可以研究一下 因為確實有人在網路上帶風像說 復必泰或者是說上海附近 復必泰只是他的產品名稱而已 其實都是德國原廠的 所以這個才是在網路上已經有很多人在講說是中國代工 那我想如果之後我們 好我可以去查 跟委員報告我也是 起頭就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並沒有手頭上這些上海復興的一個正式的資料 我要只是從我側面來解 事實上就是說 昨天中仁強發言人 因為在上次在香港出會那一太陽的問題 我可以再把它查一下 我可以講一下齁 我們現在重點不是在替護盤派曾經生活的事情 我們重點我們要如果拿到核和安全的疫苗比較重要 所以那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本來這很多假消息我想網路 網路媒體上都很多 我們今天是要審防疫 是混沉行裡面也有假消息的條例 有假消息我們去抓 但是這個是傳言都很多 那到底現在不是我們替護盤派再澄清這個事情 重點我們回到國內的事情好不好 以很多種類別好不好 我們的部長 今天昨天那個郭國文委員有說 日本要進疫苗了 這個是真的假的 幫我們澄清一下 當然有很多的一些管道 我們都持續在進行中 我們並不是說 現在要去究責 但是我們認為這一次的整個疫情的狀況 確實華航諾富特的事件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也希望說相關的決策過程中 應該要更加的謹慎跟完備 那就這個議題的部分 其實本黨團在5月7號5月11號 都公開的發文到這個衛福部 去要求相關提供中間過程的會議紀錄 那會議紀錄中間我們要求要有 是不是有專家 相關諮詢的意見來去做背書 當時的這個決策的過程 那在5月10號的時候 我在交通委員會召開相關的專報 邀請那個衛福部的次長到場來說明 當時也口頭上我們在 質詢的時候要求提供 那歷經三次的這個所知 現在目前只回覆我們一個基本的說明 也沒有相關的會議紀錄 我們也跟部內的同仁也聯絡過 非常多次 那是說必須要部長這邊來簽合才有辦法提供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要了解這中間到底3加11的決策過程的這個會議紀錄 參與的人員有哪些人 那到底決策的長官是哪一位 那這中間的這個會議的決策過程中 有沒有詢詢過專家的意見跟專家的背書 我想這個部分請部長具體的回答 謝謝 那當然不是我推責任 這會議不是我主持的啦 也跟委員先講報告 不過以前 三五天那個是以前是專家定的 那現在實施是因為他管理不善 所以我們驅延 那所以回來因為他的管理的辦法也定了 那相關外站的管理 我們也一兩個月的一個監視 那事實上是有達到我們要的一個效果 所以才拉回到原來的一個情況 那至於在這一次裡面有沒有專家的參與 因為這會議不是我主持的 所以我現在目前不清楚 那但是呢 在我們那時候是認為是 把他拉回這樣的管理在整個上面 應該是合適的啦 那當然是這個判斷有沒有錯誤 我們也可以再做討論 那請問這個會議到底是誰主持的 是不是具體告訴我們 因為在你們相關的書面回覆中都沒有提到 我們這個說真的如果不是說 在跟你們溝通上完全得不到資訊 我今天不會在這個現場問你 那個會議應該是我們副指揮官主持的 因為這個相關的這有關於邊境的管理 哪一位 這都是由副指揮官來主持 是陳副指揮官嗎 對 有關邊境因為他是負責相關邊境的事務 賴湘林委員 好謝謝院長還有部長 剛剛大家問了非常多的疫苗的問題 但是我們還是想追問是破口的問題 部長你認不認為整個事件就是因為諾富特 你認為管理不當實質整個破口 但是這個管理不當涉及到之前講3加11這樣的一個決策 我們剛剛黨團的總召講得很清楚 我希望待會您立刻回應 是不是在一個禮拜內 可以把這個3加11做決策的會議紀錄 以及與會的名單 包括諮詢哪一些專家的公衛等等的專業者的名單 一併給本黨團 或者是給今天與會的所有委員 這部分請你待會立刻回應 一個禮拜內 大概就是6月4號以前 能夠給到我們這個黨團的要求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質疑的是 今天疫苗不來 所有的防疫的成本是堆疊上去的 你再增加4200億 看起來也不夠 那此時如果是一個轉折點 你們評估 警戒3級要轉到4級是不希望發生的 但是你也沒有把握 他可以在3到3.5到4 中間什麼是你們的根本可以做決策的模式 昨天總統為什麼要召見陳建仁前副總統 我相信你心裡心知肚明 你作為一個指揮官 你能調度的 你能處理的 在外交層次你沒有辦法處理 在內政上地方政府 跟你的這個資源不對等 資訊不對等 你也沒辦法處理 所以總之如果總統出面 半夜都要去喬疫苗 顯見國人對於疫苗的恐懼跟沒有安全感是真實的 請你作為指揮官要認真面對這部分 那我現在想要講的是 今天大家為各基層請命 除了疫苗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還是要問 現在所謂優先施打的順序裡面 到底含不含那些 你們認為在這個風險性不是很高 可是他自然疫的數字一直攀升的 我就舉以郵差為例 剛剛講南港又一個郵差也確診 之前累計下來有11名郵差也確診 這個我們一直希望指揮中心面對所謂高風險族群部分 不要只有以你們認為的高風險為例 那我們收到的任何回函 完全是不面對委員的質詢跟擔憂 這個我希望指揮中心從今天開始重新審視 包括你們那麼多救護車是委外的單位在執行 救護車上面的司機也告訴我們 他們的物資到仿佛的面罩 隔離衣或者是酒精口罩 是不是你們指揮中心也完全掌握 如果有人向各民代陳情表示沒有嘛 所以不是我們在這邊這個增加社會的恐慌感 是事實上有問題 什麼叫問題 執行率的問題 就是我們蔡委員講 你們的指揮中心的人有沒有到第一線 真正了解現在的防疫狀況 特別是第一線醫護衍生出去的救護車等等 還有這一次大家在經濟半封城 軟封城狀況下誰在幫民眾們解決實的問題 就是外送員 你們的回答也是不會列為優先 我想我們沒有在這裡要指揮陳部長個人 但是您作為團隊指揮者這樣的一個能力 以及包括你能掌控的範圍如果超乎的話 我認為你也應該要向整個高層團隊提出你的需求跟呼籲 因為你如果倒下沒有人願意看到 你也會因為這樣而受到莫名的一個指責 這個是大家跟你同島一命之下對你音音的要求 第二個我想要確認的就是 這次韓國為什麼能夠跟美國取得相關的這個疫苗代生產的這樣的一個決策 當然是拜登總統跟他們的文在寅總統的協議 這個層次一定是要像柯總釗也在現場 你們能夠接觸到高層 台灣過去以代工的專業能力聲稱 我們這三家高端也好 國光也好聯亞也好 他們應該也有能力 在你們的這一年半當中 有沒有做過任何所謂超前部署裡面的構思 是可以去做代工疫苗生產的 而不是只有寄望聯亞高端國光 他們現在的一億劑是可以自我生產 甚至可以外送到其他國家去 做不管是國際上的這個資源外交 還是我們自己疫苗生產的專業的提升 沒有人反對 可是一年半的時間 這個超前部署顯然決策上是空的 甚至是沒有考慮過 然後讓韓國截足全燈 或者是我們根本不在這樣的一個角色裡面 可以去做 但我認為以陳建仁副總統 或是賴副總統 他們在這個領域上應該是有想過 為什麼沒有考慮 因為我們錯失的就是現在 自我生產或代工生產時間都來不及 所以我認為最後要求的是 指揮中心經過這一波之後 你們的檢討報告是什麼 而不是讓國際媒體在指責台灣有四大問題 這個是我們國人不能跟你一起承擔的 因為你是指揮官 所以我希望第一個 請你立刻回答一週內提供的資料 第二個 過去決策中哪些是失誤 你們自己有沒有檢討過 如果有請讓國人 大家跟你們同島一面的同時 可以知道你們到底哪裡是沒有周延 大意甚至堵錯邊 然後造成今天的問題 而破口在於四月份的諾富特 以上是我的發言 好請陳部長 現在就斷言說諾富特是一個破口 我覺得這施政還不是那麼的清楚 事實上在這裡面 我還是要強調在一館裡面並沒有 從一館裡面的染疫都是在二館 可是二館事實上是一個防疫的旅設 相關的關聯性我覺得來進一步 還是要來做相關更多的一些事證 然後有專家來做評判 然後在我覺得這裡面 我們還是以跟病毒接觸的頻率 比較高的為優先 所以剛才委員在提的 我們可能會考慮 那我想救護車的司機這些 那可能我們一定會把它放進來 事實上它現在會運送到比較多的確診者 所以它是一個屬於高風險 我也把它放到裡面來 那至於在整個在疫苗的裡面 我們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有在談 這所謂的授權製造的部分 那最後也沒有把它談判成功了 那有人問我說是不是因為劑量 最後是因為我們能夠做的劑量不是那麼大的量 所以後來沒有成功 那其實再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那不過那也是都是過去 所以幾條路線我們其實都有努力 那時候從那個 等於是一個國際採購 那國內的研發 那跟我們的一個怎麼講 等於等於 合作來做那個授權 這都有在做 那在未來 我們現在也持續在努力中 持續在努力中 我們也願意跟其他的廠牌在談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我們沒有談 那MRNA 那時候台灣的MRNA的技術 基本上還比較沒有那麼成熟 那經過相關的專家在研判 所以在那個時候並沒有展開這MRNA 可是經過一年來 其實中研院在MRNA的這邊的技術 也有長足的進步 那國衛院那邊也有進展 所以在MRNA的一個代工 我們現在也會開始來 就也會再來做一些實質的一些動作 那另外 只是因為成績不足而不容易行動 那反正我是中務官嘛 就在我這個位置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那個會議紀錄啊 沒有 一週內 不是啦 我們已經要了三個禮拜了 我們已經要了三個禮拜了 部長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正面來去面對 正面來去對決 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好不好 那能不能直接答應 那是不是直接答應 我知道我就直接答應 我能回答我就回答 那我回來查看看嘛 對不對 如果部長您這樣回答 表示這個紀錄你沒有合過章 甚至你底下人幫你代決掉 這就是你領導上面已經疏忽 而且沒有負到責任的部分 所以剛剛這一部分請你施慮過再回答 對我是說這裡面還是一樣 我們在跟各個公家機關一樣嘛 我們還是有加以秉章嘛 那什麼樣的事情 那在什麼樣的權責 在一定的授權範圍就會去合 那不管是誰代行的最後負責任 這還是我嘛 是不是禮拜一就可以提供給本黨團了 好我回去看看嘛 不用看看啊 就是確認時間嘛 這不難嘛 因為如果秉章帶絕 你更應該是讓大家知道 你真的日理萬機之下 這些事情確實有人幫你代勞 而代勞的人 如果有責任上的疏失 我們現在只是要資訊公開 並不是要究責到說 他這樣的一個程序是不是錯誤 這個請你跟你們的同仁也理解一下 沒有人要在這個時候找查 可是如果是有緊密的討論過 確定這個3加11是一個 在機組人員的身心狀況下不得不得 那已經造成的後果跟破口 大家是在承擔中 所以這個事情也是你們本來就應該 認真去對社會負責的 那不然整體的